我們再次要改變持續 與力同行 與力同行 穿上各自參選背心 象徵披上時代力量 今年地方大選的選舉戰袍 時代力量六號公布首播地方議員參選名單 從嚴謹的海選到提名委員會審查 參選人也大多為年輕人 希望改變地方守舊的政治生態 過去時代力量關注環境議題 在首播公布的花蓮選區 就提到礦場跟浦峰農場爭議 另外部落收尋問題 未來也將透過深耕地方解決 而跟原民權力直接相關的 原民及議員參選人 黨內透露確定有一名族人 將披上黃色戰袍競選 並將在下週公布參選人名單 時代力量這次地方議員選舉 以五時席為目標 之後仍會陸續公布參選名單 至於縣市首長人選 黨內仍在進行海選程序 有些新聞 阿斯伯羅利亞台北市採訪報導